你可以一句话就好了吗 OK 不过三句 其实很简单的一句 他就说了一个其实你可以的 其实就这一句 其实你可以的 而且这句话他以前也跟我讲过 这个其实给了我 我就会觉得说 哇就是终于 就是感觉好像 有 就好像说 我终于有那一刻就觉得说 我应该是OK的 所以其实给了我蛮大的力量 所以这一刻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先讲啊 阿浦呢他其实呢 很会抓头发 他就从高中就开始练习 他有时候其实自己在巡演的时候 都不带装发 他都是自己抓的 对 省很多钱啊 好啦 我说真的我最欣赏他 他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然后他对音乐是很执着 然后他非常的 热爱做音乐这件事情 在他身上看到这个认真 跟这个责任感 还有那种热忱 常常会让我觉得就是很启发 其实我觉得 我们自己在这个节目中都改变了很多 这也是我非常珍惜的一件事 对对对 不只我 我觉得瘦子也是 我们真的都在这个节目中有了 一些改变 小变化 更理解爱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我刚才夸你那么多 你没有要回夸一下的意思吗 哈哈哈哈 你就一直顾着想你自己的部分 哈哈哈哈 其实就是意气这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 兄弟之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互相相挺 不离不弃 这是我最尊敬受职的一点 我觉得能够 经过二十年 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倒还是这样子在对待自己身边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如果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兄弟 或这样子的朋友停在你的身边 那绝对是一辈子的福气 对 幸运哥他是 他的一种 自在放松 和这种坦然接受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他幽默的时候非常幽默 虽然有的时候大部分是冷的啦 但是呢就确实也是幽默 如果哪一天我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我希望我的人生状态也是这样 哦 好